新年期间,我们与陈博士公祝大家新年快乐,身体健康,心事有事成 我们新精头的军工开物,想与陈博士一起讨论一下美国那边的武器的发展 其中一个我们说到雷神,大家都觉得很出名,很熟悉的了 RTX最近发展一个我们叫做微波的武器 微波的武器,其实就这样听下去,是不是我们经常说些什么 哈瓦瓦症候群的微波武器呢?就不是那只 那只武器据说是影响一些外交人员的路电波的问题 今天这些就没那么而弃的,有很多功率 那这个我们叫做高功率的微波武器,可以称之为Chimera 或者Chimera的武器,那究竟它现在这个什么家科 那现在它发展到什么技术,还有什么时候可以量产 那它发展了出来之后,会不会对今后战争的形态又有一些新的看法呢? 就是来说对付一些无人机的战术,那似乎这个开发呢 都挺针对到一些弱国,经常针对着美国,或者英国的盟军 它们用一些高消耗性的,甚至乎昂贵的武器 去对付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型的无人机 那始终成本上很大的落差,那可不可以用一些更便宜更有效的方式去击退它? 甚至乎美军在全世界各地的基地 我们经常都面临着一些无厘头的攻击 那如果可以有这种微波武器,是否要令到全世界的微军基地 都立刻可以得到一个很足够的保障呢? 所以这个都值得大家讨论 那当然,大家记得,帮忙免费订阅,包括我们军武老虎 还有《科学新知》两个频道,也记得帮忙免费订阅 好,我们就找到陈博士,邓博士你好 Larry好,大家都好,新精头都恭喜发财 还有希望大家都满事胜意 我们节目就休息了一会儿,现在就继续了 继续会有空,有点劲的材料又会跟大家谈 是啊,没错,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高功率的微波武器 这个Chimera 博士,Chimera这个计划,其实是做了很久的 但是现在就有点眉目了,就是说到微波武器 那首先,可不可以都和我们讲一下 其实微波武器,我们真的听得比较少的 你说激光武器呢,事实上就真的多些 那也都好像激光武器走得很前 那美军,美国政府也都给了很多钱 在链射武器上面,但是不知道现在会不会有机会呢 反而就是这个微波武器 跑出来先都不出奇 那其实,两种武器有什么的principle 有什么的不同,和它们的优点、劣点 和你看到就是,有没有机会是 微波武器现在还率先跑出来先呢? 那这里就有好几个问题 就要慢慢一一细讲了 那我自己的感觉上 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 你说基本的那些科学原理 那我会了解到 但是我没有想到 原来是可以用微波的层面 都可以做到一种 一种独特功能的武器效果 那这个我自己就 没什么太留意 那所以呢,这次看到它雷神突然之间 在今年的年头 一月份那时候已经公布了 就说它经过了这个 三个星期的测试 这个新款叫做微波武器 OK? 那其实是一种 构形的天线 那之后就说 效果初期是理想 那于是乎呢 就可以说 进入到这个 进一步的生产使用层次 那样 那我是挺惊讶的 那所以我都立刻想看看 里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而同时间呢 其实呢,我想 有留意我们节目的听众呢 都听过我们 不止一次说 激光武器的东西 那譬如说 无论德国 英国 美国 那都已经是 不仅是测试那么简单 甚至乎已经装备了在他们的 南艇那里 甚至乎最近我们讲到 日本 也都会搞这些激光武器的东西 那如果听名字来说 一个叫激光武器 一个叫微波武器 那你听到微波武器 那四个字的名字就是 不够霸气了 那些东西太微 Microwave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 误以为 不是想到去那些什么 什么哈雅那事件 我是想到 什么微波炉都可以做武器 那样 就是 好像觉得 这些东西是不是 武器级别的东西呢 反而激光呢 我们就知道 起码能量很集中 那我们就明白到 只要你那个 道向能力很精准 就可以把很集中的能量 灌注在一点 一路追着那个目标核的时候 就将它加热消毁等等 那那个激光武器的原理就 不难理解 实际上 那个技术你怎么建立 就非常困难 而且我们那天也探讨过就是说 在大气里面你去用起上来的时候 有它的物理上的限制 因为我们的大气不是完全 对这些激光是透明的 激光你还要看一下 什么颜色的激光 不同颜色的激光 它能够在那个大气里面 走的距离远近有不同的 那譬如你说我们可见光这些 红色、绿色那些 那你会看到那些幻彩永香光 那你都见到它会照到它整条 就是光束这样射了出来 那你就知道它很容易被 那个大气里面的其他的气体去散射 那所以其实它射的那个有效范围呢 就不是太多的 你会不会找到一些就是 它基本上在那个长空上面画过的时候 可以不留痕跡 那些能量就是完完全全由起点 去到终点 没有什么从中间弄出来的 那其实那些呢 才是真真正正武器级别的激光 所以呢我们无论看卡通片好 看科幻剧好 看到那些所谓的 好像那些科幻激光武器 一条条很清楚 又绿色又红色又蓝色这样射过来 实际上呢 如果你真是武器级别的东西 是你如果正面被它击中 你才知道有东西击中 你在旁边看你基本上是 可以是不留痕跡的 其实这样才是一个更加真实的影像 那这里好像有点点来一提 因为讲了激光那边 那但是呢 这次是讲微波那边 那微波那边又很特别了 那这里就要先介绍一些科学东西 我们去追寻一些电磁波的武器 电磁波这里讲的是 不管什么颜色的光 总之是一些低能量好 高能量好的光 我如果能够把它做到非常集中 那么能量密度够高的时候 那甚至乎这种这样的电磁波 能够对于我们目标物里面的某些东西 有相互作用的时候 那就可以构成一个破坏力 一个激光 通常我们现在用红外线激光 那于是乎它用来加热 消热一些东西是很有效的 尤其是去消热一些金属的东西 就比较有效的 那于是乎我们希望就是 有导弹射过来 那我们就会找个红外线激光 打中它上面的外皮 甚至乎整个像烧汗那样拉开它 那这个就是我们希望做到的效果 反而你用其他颜色的激光 未必能够做到这样的 那好了 如果我们要看回整个电磁波频谱 我们的大气不是对于所有颜色的 不是对于所有频率 或者说 我说的就是不是对于所有颜色 有些电磁波是没有颜色的 是透明的 所以用一个更加科学的术语来说 我们的大气层 不是对于所有波长 不是对于所有频率的光 都是那么透明的 它会放某些光放得好些 就是容许有某些光过 会容许得更多些 但是有些光 我就是对它构成很大的阻滞 如果对于有些光是大气 对它构成很大的阻滞 那些光是不适合做这些激光武器的 因为它能够在大气上面走的距离就会很短 影响到我这件武器的有效距离了 所以如果你看回整个频道里面 我尽量如果想做激光武器 希望它能够的作用距离比较长 令到我可以在一个比较遥远距离 做个有效防卫的话 我都尽量选一些能够 对于大气 是不会构成我那么多阻挡的一种电磁波 那红外光你就要看哪一种红外光 红外光它整个范围有很阔的 有些波长长一些有些波长短一些 但是对于不同波长的红外光的大气层 有些就会拦住有些不拦住 有些就放多一些这样的 但是另外一个比较容易是 大气里面很喜欢给哪一种的电磁波去过呢? 看回大气的物理 你就会知道原来对于电波和部分的微波是可以的 所以我们的radio wave 那些电波做传输 那我们就会用到电波 因为它可以在大气里面几乎暢行无助 然后如果我不想 就是我想 这东西就是能量级数高一些 而且希望能够 对于那些武器里面的那些电子系统 那些electronics 构成一个比较有效的干扰 就可以用微波 你可以想象的 微波炉很有趣的 微波本身不是一个很强能量的电磁波 但是零零射射射 某一些的微波 某一种特定波长的微波 它是能够令到水分子 有个共振得很厉害 令到很多的能量就可以去加热了些水 那于是乎 这个就是我们微波炉的原理了 如果我们也能够找到 对于一般的这些电子线路 我们也找到原来在微波 它对于某几种微波 是那个共鸣很大的时候 我们就拿这种微波来做武器 那于是乎 我们在地面上摆一个天线 上面就摆 就拿来专系发射这些 很能够破坏到 那些电子线路的微波 如果那个功率给到它很大 然后一路就可以向着它来指 那于是乎 我们就有机会可以 不是说去烧穿它 而是就像一个微波炉 那样把里面的电子线路去叮烂 去叮熟它 这样就破坏到那件武器 那其实这件事就是 那个微波武器和激光武器 其中一种的分别 嗯 那我们呢 现在陈博士都看到就是说 就是第一它 就是如果微波武器和链射武器呢 那它可能一个很集中 一个可以散射少少的形式的攻击 那就是说它出到来的能量 会不会有分别 就是可能说 如果我们要针对一些 比较小型的目标物 那可能用微波武器呢 就是它面对对方 就是飽和攻击的数量更多 就会有好处 但是链射武器 是不是都是针对一些 比较大型的武器 就是那个打击 就是可能甚至乎大型到战机架炸机啊 等等 那个目标的开发 那个设计 所以其实 可不可以说 其实 微波武器就是打一些比较小型的东西 就是我们说的 那些无人机那些 其实效果应该就会更加好 是不是都是两种不同的 那个发展那个趋势来的呢 那这里要讲一下两者另外一个分别 我刚才说的那个分别 只不过他们那个波长的分别啊 在大气那个能够走得远不远的那个能力啊 就是变成我们好像除了红外光做选择 我们都可以选择微波那样 但是你用起来的时候 原来呢 也都有各有千秋的 那这里 就是细心想一下 原来就不难会理解到 对于激光来说呢 就是如果你说用红外光激光武器 我就要求它是直接能够接触到 直射到那件武器本身 然后就好像烧罕那样烂烂它 加热它 这样来去破坏它 所以我一定要很精准地追着这件事的 上面某一个独特的位置去追着它射 直至到射到有几秒钟 希望在这几秒钟之内 将外壳就可以去烧烂了它 就要这样做 所以呢 是那个红外光激光的光束呢 那条什么beam 那条束这样的光呢 是要追得很精准的 整个guiding是要很精准的 所以如果你那支光 走的距离又有限 你又要它这么精准的时候 追的能力 要在一个这么短的距离 就要追得住它 就要一直打中 还要打中在同一点 那些要求是很高很高的 所以呢 这些激光武器 就是一早 你可能80年代 已经有人想到可以拿来做武器 但是为什么今时今日 才正式是装备上来呢 就是中间弄这些guiding 这些东西呢 其实是很难很难做的 还有你如何尽量排除大气的干扰 都能够做到这样的guiding呢 又是很麻烦的 微波呢 就有多个好处了 它呢 就好像一个 这个真是你当像微波炉的原理 你那些食物放在微波炉里 都是这样放在微波炉中间的位置 然后周围就有一堆微波 在那里照着你 那样 你就不是说呢 那个微波就好像一个激光 那样就在上面炆咬 那样跟你逐点逐点去掃云 你去加热 是好像一下子这样噴下去 一下子灑下去 一个大的范围 然后你整个东西就热了 那现在呢 这个微波武器呢 都是说一回事的 它不需要一个很集中的光 一束光的射上去 它是好像一个花灑向上噴 那样噴下去的 那所以它覆盖的范围可以大 然后就是呢 如果它噴到之后 里面有一些的电磁 就中了这些这样的微波之后 然后就烧烂了就可以了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那它的要求 原来就是说 它不需要是一个很集中的一束光 它只需要一个方向大概向着 就已经能够做得到这个效果 那现在说的 雷神就做过一个测试 那应该成功 那这样 那现在呢 我暂时自己估计 我自己都不是很熟 它因为没有公布到 它那个有效范围的参数 那我自己预估 无论激光武器好 或者这些微波武器好 对于能够对于一些 无论低空飞过 或者稍微高空一点的飞过 这些这样的外来的 就是入侵者都好 你这个有效范围 能够做到 就是 几公里 到十几二十几 甚至都不用去到三十公里 应该已经是合格够用的了 因为你想想 你那个 如果你是有载人的飞机 也都不会说 飞到非常之高 因为你如果是有一些 已经是飞弹的那些 这样的物体 那么 现在你要做到一个 非常之遥远距离 那个追击也是很困难 再加上地球自己也有个弧度 你那个 无论是用一束激光指过去 直线指过去 或者是用一个花灑头 用微波噴过去也好 那么它都有一个 受制于地球曲面的限制 就不是说到整个天空照到 那么所以呢 你最后能够做到 它有效范围二十几公里左右 我想它已经 甚至不用了 那已经是叫做 可以接受 作为一个 防空武器这样的用途 那现在就是看到了 之所以 我们会认为 这个微波 这个武器 是有少少异军突起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 它不像激光武器 对于那个 guiding的要求那么高 它都需要有一些的guiding 起码你的花灑头 那样 就是那个微波天线 好像一个花灑头 那样噴那些微波出来 你都要大约的方向要对 但是你不用准到它 你只是那一点那么准 所以它是 需要那个guiding system的要求 就相对没有那么高 但是它都要求反应 都是要快的 那 然后就 你能够大量地去 产生比较高功率的 这个微波呢 我们也有能力去做得到 所以在这个条件之下 你会发觉 它都算是可以 比较快可以去加入了 那个防空的那个装备 那个列表里面 还有它都应该是一样 比较便宜的一个装置 就是相对于那些高能量激光 你的能量密度那么高 你很容易是 烧毁了自己的发射装置 就是那个寿命不会很长的 那反而微波这些这样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很容易做到 那个发射成本就比较低了 那所以呢 这个也是一个 除了激光武器之外 都是另外一种 是一个好的选项 拿来去做防空 嗯 那还有呢 陈博士呢 如果说到微波武器 都有这么大的用途 情况 有没有机会 微波武器 可以把它微細化 就是我们经常说 很多武器 开头都很大的 一路就弄到它小小小 那最后小小到可以人呢 拿得住好像一支枪那样 就是可能对付防人机啦 那它们可能可以呢 部队呢 可以带着周围走啊 那变成了这些部队呢 以往呢 那些防空呢 是整个车跟着那个部队 就很笨重了 如果不是呢 现在呢 避免被对方偷襲呢 那带着枪那样出街呢 那每一个军人呢 可能一个牌 就是拜一支啦 那几个人呢 就可以 顶得住一个无人机的侵袭呢 其实 因为无人机在战争里面 现在都真的很厉害呢 已经做到 那其实呢 步兵是磨解的 就是除非你用刺针 但是 老实啦 那你很多国家都没有 还有刺针这些东西都又重又笨 那但是如果用到微波武器 这样去拦呢 那又真的呢 对现在那些陆军来说呢 他对着无人机呢 真是挺束手无策的 但是现在有了这个 如果他将它缩小 做一个微型的激光 我们叫做微波枪 会不会都帮到手 有没有这样的前景呢 我自己的保守地股应该都有的 大有大用 小有小用 刚才我提到的那些都是一个 好像防战机啊 导弹 一个锅型天线那么大的 但是如果比较小规模的 那些无人机 当然你都可以用一只锅 这样去向着它 那你要用到那么大的锅 那一个好处就是 你可以功率高 以及射程会软 但是如果你是纯粹是想做到 肩托式的话 那你牺牲的东西就是什么呢 你那个的能量会少了 有效范围短了 但是呢 有时如果你能够做到 步兵单兵使用那些呢 你就 不是针对那些 可能人家都是用 用一个普通手提遥控 那些这样的 那些这样的无人机 那你只是要求它 一百多二百米 这样的有效范围 那其实都有希望可以 就是有希望可以做得到的 其实这样变成了呢 你如果步兵去抵抗 就是你现在的俄乌战争里面 经常看到一些片段 是那些俄军好、乌军好 怎样要经常盯着头壳顶 有没有一些手榴弹扔了下来 那样的样子 然后又好像束手无策 那些军人甚至乎 拿支机关枪尝射 去射徒勞武功的 但是会不会有这样的 就已经可以解决问题呢 有这样的希望在那裡了 嗯 所以现在这么说 微波武器 距离它成军这一天 都还需要时间的 但是如果我们看到雷神这个发展 暂时都测试成功的话 应该接下来 出现一个圆形机 Prototype的机会都快 还有我们说到 如果一些海外基地 能够抵抗得到的话 用微波武器 就应该 那个成本压到很低很低的了 甚至乎是否可以低得过雷神呢 那就是陈博士 他有没有机会便宜得过雷神呢 我认为会有的 因为呢 他对于那个基件損耗是相对低的 还有呢 它有多一个好处 激光呢 你 它每次 虽然激光 你现在很多激光 可以做到圆圆不绝的去射 但是如果你武器级别的话呢 你那个激光的能量很高 整个基件是热得很厉害的 所以很多时候呢 你是射完一次 最好停一停再射的 是要有个休息的间歇在那儿的 但是如果你微波那样东西呢 就相信比较容易做到 就是圆圆不绝的去噴上去 所以我会觉得 在这里来说 那个成本是有希望可以做到更加低的 嗯 所以我们会观察一下 即将来有没有机会 更加多个基地 能够武装得到这种呢 就是我们讲的微波武器呢 起码我们看到中东最近 美军都经常被一些亲伊朗文兵攻击 如果可以有到这些呢 就是抵抗了对方无人机的袭击 那上次那些死伤呢 可以避免 你又不需要 无端端去用一些外国者飞弹 就是用一些大型的飞弹 去对付一些小的无人机 那我相信它的效果会有很多的 是的 是的 这个Chimera的计划 小博士 有没有什么其他补充呢 那我觉得都绝对可以留意的 因为它随时呢 比起其它激光武器呢 更加快会去 就是用到实际的战场上面 尤其是现在呢 就是真的有一些热战在打中 那会不会这个武器 那会不会这个武器 基本上 在自己美国国内做到完整的测试 就已经拿出来实际上 在外面去战场上去试呢 那一点都不奇怪 就是可能它甚至乎 可以比激光武器更快 就是稍微低一点 就是它都可以很精密 但是就是 它的要求可以是相对低一点 所以我会觉得 更加快会看到它在战场上面 用一点都不奇怪 那比如说 你都知道的 伊朗那一只 有那一只叫什么 SHRAD那一只 那一只 好像那些人放飞机的 那种无人机 基本上现在 俄罗斯拿来 在乌克兰战场用 就是拿来做消耗 就是拿来打消耗战的 那就是 你和你所说 没有可能每次用 这么贵的武器 来拦拦这么便宜的东西 所以如果它能够用 更加便宜的东西 来拦拦更便宜的东西 那它就没有人了 就变成廢了它的武功了 那所以我会觉得 就是为了折省成本 反而是令到它们有更加大的动机 更加快去把这个东西开发 甚至乎放在实际战场上面去使用 那所以我自己会看好 激光武器好 甚至微光武器 是很快我们会看到它在战场上面 真的会用得到 好啊 也都希望武器可以早点成熟 可以早点在战场上面出现 就是我们说到 湖南战争等等 那俄罗斯那些消耗战术 相对就没有那么好 可以变成了军援上的东西 又可以松动一些 好 那我们这一节军公开物就来到这里 大家都记得支持 包括科学生之 和我们的军武老虎 记得给like 和subscribe我们的台 好 那我们在下一集的军公开物 再和大家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